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袭 情人节越晚会越冷 气象局表示 周二到周四会持续的受到 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周三开始降雨会逐渐的趋缓 那么天气又变冷了 台电也教您室内抗寒的小Pepo 像是用气泡纸贴上窗户 可以帮助室内抗寒 另外白天可以拉开窗帘 太阳晒进来提高室内温度 晚上则是要把窗帘拉上 让热度留在室内 一觉醒来又有入冬的感觉 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袭 全台冷气气 气象专家彭启明 破文表示 冷将军率领的冷空气兵团 已经全面攻占 温度持续下滑 气象局局长正名点 则PO出雪山圈谷自动气象站 一点残血都没有 来看看这波有没有机会降雪 这一波影响我们冷空气 是以强烈大陆冷气团等级为主 星期三清晨 星期四清晨 如果水气少的时候 还有辐射冷却造成的低温 在马祖地区大约是7度左右 金门地区9度 中部以北 东北部大约是10度左右 周二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 尤其北部天气又湿又冷 周三开始 华南云雨区东移 加上冷气团影响 持续到周四 天气先湿后干 尽管14号情人节冷空气报道 没有情人相依偎的民众 还有台电教你 室内抗寒小配布 不起眼的气泡纸可有大功用 贴上窗 就像是帮窗户穿外套一样 达到室内抗寒的效果 而白天的时候 可以拉开窗帘 让太阳照进来 提高室内温度 入夜后拉上窗帘 也可以留住室内热度 另外可以加装后窗帘 避免冷空气流入室内 同时阻挡室内热能溢散 当然最重要的 衣物要穿得够保暖 或是多喝热饮 运动暖暖身子 冷冷的天 身体一样可以暖乎乎 记者陶生艳林凡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